看剑慧 风起云涌 凭环弓 跌弹起伏 大家好 我是不会解说的大炮 今天的话给兄弟们解说还是我们雪山的一个环弓局啊 对面的话 女儿村 观战番的话 占心未已的一个番寸啊 占心未已的番寸的话 确实呀 有一说一 占心未已的番寸是我见过在雪山 就打单挑最厉害的番寸 真的 套路啊 以及各种小技巧啊 真的 无敌 好吧 对面的话 女儿村的话 选择变了一手猫灵卡呀 观战番的话也是很聪明啊 直接变了一个八舌卡片 没有跟女儿村抢速度 好吧 比赛的话 第六回合 观战番催眠到对面的话 也是打得比较稳了 就没有 就对面没有八回合嘛 观战番的话也没有选择凌环去换对面 所以说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比赛 观战番凌智 对面的话是没有选择变一个八舌卡片 对面是表弟团队的一个女儿村 没有选择变八舌卡片 没有变八舌卡片的话 那打这个环弓的话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雪山的环弓 基本上避雷 避雷宝宝都是有高级毒的 什么雪宝宝必带的技能就是高级毒 就这个高级毒的话 打环弓真的是毒都是特别恶心 你看没有 一回合毒八百七十五点血 十回合毒八千七百多 然后兄弟们会说 那女儿村有解毒技能啊 那你不可能每一回合都解毒吧 对不对 所以说的话你解毒技能的话 对不对 女儿村的还行啊 一个解毒技能的话可以持续十回合 你像其他门派的就是单产解 解完了你下一回合的话 没有那个附加的那个状态 就女儿村的还可以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比赛的话 我觉得女儿村的话 打翻寸的话大概率的话应该是打不过 因为翻寸的话 作为一个老牌的单挑门派的话 翻寸有分身你知道吧 女儿村的话有医术 他分不了身 如果对面的话是一个翻寸的话 就翻寸打翻寸的话 而且观战犯的话 抢到了一个医术了 这个时候就不太好打了好吧 对面女儿村的话变成一个猫龄卡片 是一个耐速性了 OK 催眠 观战犯的话宝宝是医术啊 注意这个细节 就下回合催眠 宝宝再把宝宝拍走 观战犯可以换地厅了 宝宝是医术很关键啊 你看没有 对面得主动换宝宝了 不主动换宝宝的宝宝一飞走的话 对吧 对面主动换宝宝了 所以说的话 兄弟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三寸的宝宝医术是特别重要的 OK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观战犯连点0元 对面的话给宝宝加迭 看一下宝宝速度快不快啊 一般高端选手的话 都是这种敏虚敏 你看见没有 他敏虚敏的话 不是说你的虚敏要加敏捷 而是说你的虚敏要有高级敏捷 就你们 就是两个宝宝同时都不带高级敏捷的情况下面 一定是有高级敏捷的宝宝要先出手的 你懂吗 所以说的话 你现在这一种全魔虚敏啊 就基本上拉出来秒一下 然后的话下一回合的话 你现在可以配合 对吧 敏虚呀 作为宝宝的医术再秒一把 所以说的话 高速虚敏的话很关键 OK 对面有地厅了 对面出地厅 观战犯有分身啊 很有信心啊 出地厅 加迪是地厅破喷生啊 对面水清看风 一把私心 还是给风进去了 观战犯的话可以给宝加迪了 3.0元 对吧 我跟你说 占星位移的这个翻寸 我觉得他打PK有一点好 他不演 你懂吗 他该怎么打怎么打 就这一回合的话 肯定是要给宝宝加迪的 下一回合的话 对面要出宝宝 那观战犯的话 还是给宝宝加迪的 这个操作就行了 OK 先分身 没有给宝宝加迪了 OK 下一回合的话 翻寸的话 给宝宝顶个药呗 对不对 平坎 这个是有小号在看血了 比赛28回合 就女儿村的话 这个是门派啊 跟对面打的好不好 是没有关系的 就对面如果是翻寸的话 我觉得有医术的话 对面 以对面的硬件的话 应该也是有一战之力 就确实是 女儿村打翻寸 是真的没有办法 而且对面打的也不熟 你看没有 比赛29回合 好吧 那咱们下集再见吧 兄弟们 我觉得换完开铲白的话 写说起来都有 都有那个感觉了 好吧 下集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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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